芭蕉 你能不能 快说啊 能不能真的是早急死了 你能不能 载到我家来 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了 不是说好了吗 不是什么都说好了吗 我们才相信成功的吗 怎么了 你有事可以跟我说 可以一起商量解决的 没有什么商量的 我觉得 芭蕉 嗯 我就是不想做上门女婿了 那你提前跟你父母 打好招呼了吗 有跟我商量了吗 我我父母还不知道 嗯 就是我我哥跟我说了很多 又是你哥怎么又是你哥 你哥说什么了怎么说的 他就是跟我说 他说 让我现在不要着急结婚 我要是我要当上门 然后他说上门以后我会吃亏的 然后他说现在父母也没人照顾 那你问你哥真实原因了吗 我我没问 然后就是我我哥一直给我打电话嘛 他问我们法子上哪一步了 刘以财 刘以财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就之前啊 就是你哥结婚的时候你超过心吗 你有没有说过你嫂子的 不是 你有没有就是让你哥说不要结婚 我记得我哥那时候结婚 我那时候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我还给他包了一个大红包 大红包多少 一万二 一万二 是啊 那时候还是我做了三个月的 做了三个月的事 我用了三个月的根支 然后才存这么多钱的来 哈哈哈哈 刘以财呀 哎 你能不能不要太老实了 自己有点脑袋 知道吗 年纪这么大了 你能不能用事实去考虑问题呀 谁呀 我都不做评价 我只求你就是你自己有一点点组建 哪怕一点点也好 那我问你啊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就是反悔做上门 是谁的意思 是你的意思吗 是我哥的意思 那你还想跟我继续吗 我就问你 还想跟我继续谈吗 我当然想啊 其实芭蕉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你挺喜欢我的对吧 那你觉得 你是挺你哥的 还是挺你自己的 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呢 啊 你觉得呢 虽然你们 就是有着很轻的血缘关系 对不对 这断不了 没法改的 但长大后 还不是各自安好呀 你不觉得吗 是不是你反悔做上门女婿 包括你每次都拒绝我 我在想问你呀 是不是美 是不是他就是要你这么做的 难道你就这么听你 哥的话吗 我的刘亦财呀刘亦财 芭蕉 嗯 其实 你今天来 我非常感谢你跟我说这么多 我刚才我 其实我也想了 嗯 我确实你就是感觉 都是听别人的 自己没什么组建 所以嘛 你以后做事走近一点嘛 要是我不提醒你 我不跟你解释这么多 你能想到哪里去呢 你心里长那么一点点心嘛 是不是 给自己留一点点心嘛 这次我就找你开玩笑 我不难过 也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下次不要再跟我这样子说了 如果说我提醒了你 你还这样子说 我真的会生气的 听到没有 嗯 那你不是生气的 我不生气 这次我不生气 下次我肯定会生气